因為我懷孕 沒有啦 結婚就...沒有啦 我老公怨他也很忙 OK 謝謝大家 麻煩謝謝 鳥獅會推散 來我們先請 來我們先從右邊開找 我們先右邊 來這邊 這裡這裡再開 大過年我們都希望呢 大家可以跟我們 創業那些鳥獅一樣 大家創業呢 都成功 你說消失六年 如果我 工作很忙的話 可能可以吧 就那種 你知道有一個存在感 那又不會太黏的這種 就會覺得還蠻方便的 那如果老公很忙 會覺得 一同舉 簡訊都沒有 是OK的嗎 很喜歡 手啊 每天都要聯絡一下嘛 就是至少一封簡訊 不可以一年再次這樣開 就是至少要知道他 一封簡訊就是我睡囉 對 可以啊 晚安 這樣就可以 有聯絡就好 你說最 最 最久 就是憋子不告白 對 跟他身邊很久 但是 我會憋到最後都不告白 滿 小時候啦 真的不敢 會看到他我都會 趕快 旁邊都在推推推 然後我 他等著一場 就覺得沒有把握 對 而且那時候是全 全班上最皮的男生也喜歡他 還全世界這樣想 所以我就覺得 那我就 對啊 我暗戀就好 所以最長紀錄就是 至今未告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久 對 你單念了多久時間啊 蛤 你單念了多久時間啊 你單念了多久時間啊 可能到那個畢業 可能到那個畢業 就是啊 可能就一兩年吧 那時候我都會在三立 我就不 我就不想要很膩 很膩這樣 我覺得 有一點距離比較 因為我自己很多事情可以做 對啊 然後我又不想要每件事都 當然一起做也蠻好的啊 讓我自己又可以自己找到很多 有趣的事 我不需要男生那種接送的那種人 所以我以前就不太喜歡那種很黏的 真的是 因為我懷孕 沒有啦 結婚就 沒有啦 我老公怨他也很忙 哈哈哈哈 沒有 也許我想本人也很忙啊 然後呢 那時候是給我蠻有安全感的 很灑脫 對 很有安全感的 有話想說卻苦無發生的管道嗎 你對事情有不同的見解 卻無人傾訴嗎 年輕學子們站出來說出你的想法 讓我們聽聽年輕人的心聲 鬧便風向 強力徵求學生辨識 只要你敢說我們就敢要 趕緊拍攝影片 然後發送到我們以下的信箱 就會有專人跟你聯繫 還有還有 別忘了訂閱我們鬧便風向的YP頻道 按讚 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們精彩的辯論哦 各位朋友 鬧便風向 趕嘴就來辯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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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